赵雅芝跟叶童再次相聚在一起了,直接给网友们来了个爷亲回,来看看他们都分享了些什么精彩吧。 就在3月8号的这一天,赵雅芝在短视频平台上更新了一条动态,并在视频中分享了多段与叶童老师的画面。 原来在3月8号这天,对于叶童老师来说,不仅仅只是女生节的节日而已,同时这一天还是她的生日,并且这一次刚好是她的59岁生日。 而赵雅芝作为叶童的好闺蜜,特意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,专门发表了一条动态为闺蜜庆生。 然后从赵雅芝分享的动态中能看到了,她在视频中播放了多段白娘子的片段,以及在视频中添加了两人的私下相聚片段进去。 并且赵雅芝在视频中,除了播放那段叫官人的片段外,她在动态中也依旧称对方为官人,并还特意说到了祝我官人生日快乐的这几个字。 因此当不少的网友们在看到了赵雅芝的这条视频后,都纷纷在留言区评价并热议了起来,许多人都纷纷受到了自己的爷亲回。 比如一位网友这样评价到了,她说自己童年中的童年回来了,而有的人则这样表示了,官人娘子你俩今天终于让我们圆梦了。 看得出来,这位网友的这条评论,其实是在当年在看白娘子的时候,估计是白娘子被扎了之后,以及在许仙出家的那些片段中,整天幻想着他们能够有朝一日重新在一起,然后如今终于如愿了。 然而当仔细看完赵雅芝的该条视频后,则能够发现了她的内容里面,其实添加了多段之前在一起的视频,而这些视频都是他们在一起演唱的时候,或者在一起聚会玩的时候拍摄下来的。 所以能够让人看到了赵雅芝的那份用心,同时也让人纷纷羡慕了他们的那份闺蜜之情,而让人称赞了他们的这种友谊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赵雅芝与叶童的这两位女明星,分别都有哪些令你深刻的印象呢?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是一条案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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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承认,我能不能让你阻止,让你阻止的那些兵器人, 我承认你,不够准备! 我承认你,不够准备! 你不够准备! 我承认你,不要让你阻止! 如果我承认,我承认你,不够准备!